世界外向及時通單元 首先來看世界上歷史最悠久的馬拉松賽事 波士頓馬拉松124年以來第一次宣告取消 波士頓市長就說疫情短期之內不可能大幅的好轉 也因此呢在9月份舉辦馬拉松不大可能 而許多選手也紛紛直呼可惜 但是都說是可以理解的 而波士頓體育協會則表示 今年的比賽將會改為遠距離舉行 選手們只要自行完成賽程 並且提出證明 還是可以獲得完賽的紀念品 儘管美國各州解封 但武漢肺炎疫情並未完全控制 世界體壇盛市波士頓馬拉松 124年來頭一次宣告取消 波士頓馬拉松早就一言再言 先是從4月改到9月 如今甚至乾脆取消 消息一出 受訓已久的選手紛紛直呼可惜 但也有人說這是意料之中的事 博士頓體育協會表示 今年的比賽將改為遠距離舉行 選手可以在9月7號到14號自行選一天 跑完42公里 並提出6小時內跑完的證明 就可以獲得完賽紀念品 雖然全球各項運動重啟 但多半是閉門比賽 原因是體育場球迷摩肩接種 很難保持社交距離 病毒透過飛沫傳染 從口鼻噴出的瞬間 能傳播0.9公尺遠 而且不止往前噴 贏球瞬間 球迷激動尖叫 噴出的飛沫更能傳播1公尺遠 加上體育比賽持續好幾個小時 更是病毒自身的溫床 體育賽事要完全恢復正軌 運動迷恐怕得耐心等候 周君編譯